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受难周是从一个很荣耀的开始 就是耶稣很荣耀的进耶路撒冷 几乎合成的人都来在那里喊着说 和善那和善那和善那是一个尊颂 是一个赞美 但是我每次读到这里我都觉得 人真的好渺小 你知道耶稣基督想面对的是什么吗 在礼拜天 祂是很荣耀的在这些欢呼赞美的声中 进到耶路撒冷 可是到了礼拜五 就是这一城的人 不是另外一批人 就是这些人在那里喊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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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真的很渺小 人好善变 人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持手 在那里喊 和善那和善那 称颂神的是他们 几天之后 不是几年 不是几十年 是连一个礼拜都不到 从礼拜天到礼拜五 五天的时间里面 同样的这批人就在那里喊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每次我读到这里 我觉得我心中 都安静下来 祷告 说主啊 如果我碰到了一些 让我很挫折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都 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也许你身边最亲近的人 你最好的朋友 你最信任的人 有一天 他离开你 甚至他回过头来攻击你 那是让你很伤心的事情 可是当你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 但愿耶稣的经历 可以给你一些安慰 因为他知道你 他知道你的感受 因为他跟你面对的是 同样的情况 甚至比你更严重 那些大大的称颂他的人 后来大大的在那里喊 钉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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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多么受伤的一种情绪 不是敌人 是几十天之前 还在那里喊着赞美他的人 我想为你祷告 如果这是你最近正在面对的情况 是你这段时间正在面对的情况 我求主耶稣安慰你 因为他知道你的感受 我们祷告好吗 主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来做人 你经历过人生里面的各种不同的情况 包括像耶稣这样被背叛 被遗弃 被遗弃 被孤立 主啊我求主是恩 谢谢你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感觉 你知道我们所面对的 而且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因为你已经胜过这些了 你不只是 你不只是经历过这些 而且你胜过这些 你给我们的新生命 是一个有力量 可以胜过这些的新生命 主啊愿你 我们都能够在你给我们的新生命里面 越过 此刻有一些人正在流泪 正在那个景况当中 那个挫折 那个受伤的景况当中 求你把他们抱在怀里 让他们惊艳你的爱和恩典 谢谢主耶稣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求主是恩 主耶稣把你抱在怀里 带你走过生命当中 这一段最黑暗的时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